听到魏无羡的话,众人下意识运转体内的灵力,果不其然,原本空荡荡的丹田处重新被灵力所充斥着,灵力,回来了。 众人脸上一喜,便试探着用灵力攻击眼前的凶狮,魏无羡。 金光扇脸色骤变,阴沉得可怕,他万万没想到魏无羡竟然解了乱破钞,他最坏的打算就是想着魏无羡世界敌音召唤凶狮,他还放心着。 毕竟阴虎伏在手上,看谁控制的凶狮更胜一筹罢了,可没想到魏无羡竟然借敌音借了众人身上的压制,而且,不是说乱破钞是在姑苏兰氏的密室找到的吗? 魏无羡是怎么知道的,而且还会解。魏无羡和姑苏兰氏,金光扇皱着眉,方才魏无羡对江婉淫的态度他看得清楚,看着倒像是真的决裂了,莫非,魏无羡投靠了姑苏兰氏。 这可有点不妙啊,怎么样,金宗主,这份大礼可是喜欢极了。魏无羡挑了挑眉,意味不明地笑了笑,仿佛真是来县里的模样,可眼底的讽刺又实实在在地告诉众人,他哪里是来贺礼的,他是来砸场子的。 要说这乱破钞它怎么会解,还多亏了钱是,钱是在云深不知处偶尔无聊的紧,魏无羡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各种新奇玩意儿,而乱破钞的解法也是纳会和蓝忘机耗费了一个多月研究出来的。 既然是用音律来让人的灵力不受控制,那便用音律来解,也多得蓝忘机耀的配合。 两人在音律上的造诣都是极高的,很快便折腾出来了解法。 这曲子,算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合作谱的曲子,意义也是非凡,呵,魏无羡,你可别忘了,今日可是金灵的满月燕,你这般,心里可过得去。 金光善可是最清楚魏无羡的软肋的,他不信魏无羡当真就放下了江家,不然当初也不会他百般邀请,魏无羡还是一副一心呆在江家的样子了。 而且据他了解,江燕离在魏无羡心中的地位可不低。 啊,金宗主想必更清楚今日是什么日子,你都不记一剑写了,我又怎么会在乎。 魏无羡无所谓地笑了笑,心底掀不起半分波澜,他既然选择放下,那就是真的放下了,绝不会磨叽些什么,当断不断避受其乱,他知道这个道理,毕竟这是前世写的经验告诉他的, 他前世可不就是不愿意彻底断了,才付出那么多惨重的代价吗?看来诸位今日都不能善了了。 金光善眯了眯眼,眼底泛起了冷光,挥了挥手,示意门下弟子动手,既然不能不见血,那就用这些忤逆者的血为他的先都之位扑路。 与此同时,金光善也没让鹰虎扶衔着,凶师也群涌而上,魏无羡看着一度混乱的场面,正悠闲地靠在门边,几乎没动过,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似乎那些金家门生都下意识忽略了他,而凶师更是没有进他身的,也就造就了他一副局外人的模样。 和他相似的还有蓝家和聂家,似乎众人也下意识忽略了他们,场上最悠闲的莫过于他们了,没别的,魏无羡也就分了一些可以隐匿的符传给蓝望姬和聂怀三而已。 魏无羡还有空隔空挑逗着蓝望姬,信物自然就是那小指人了,蓝望姬看着手上活蹦乱跳的小指人,又抬头看着正朝他眨巴眨巴眼睛的魏无羡, 下意识伸出了手指给正在求抱抱的小指人抱,小指人一把抱住蓝望姬修长的手指,再度蹭了蹭,而后似乎满足地贴着,不动了。 调戏完心上人,魏无羡终于肯抽空看了一眼战况,嘴角抽了抽,有些无与仙门百家的实力,他现在不禁怀疑起来,哪怕现在告诉仙门百家过后不久灵力复苏, 他们又真的能面对实力骤然加强的邪碎吗?现在他都帮着恢复灵力了,竟然堪堪平手,撤了隐匿符,魏无羡打了个哈欠,看热闹不闲是大地十分欠地说了句,诸位实力好像着实不怎么样,需要我这个邪魔外道的援助吗? 正打的你死我活的仙门百家一听,死活抽了点时间扭头看了眼魏无羡,这一看,差点没气死,他们打得痛苦,魏无羡却悠闲得很,还有空拿他的瓜肯,这鲜明的对比,让他们怒啊,可他们打不过又是事实,求助。 不,虽然丢人了些,可,命总能保住了吧,于是陆陆续续有人求助了,这好说,求助收费一人百两黄金,怎么样,是不是很便宜,百两黄金买回你的命,买到就是赚到,绝对不亏,魏无羡笑弯了眉眼,一副你们赚到了的模样,开玩笑,他现在可是有家是要养的,得赚钱, 特别是他目测现在蓝家是不会接受他那么快的,他还得委屈了他的蓝帐和他浪迹天涯一段时间,这浪迹天涯钱怎么能少了,而他可没空赚钱,现在县城的送上门来的钱不要白不要,而且,这群人哪,不给点教训就真当他魏无羡是好欺负的了,黄金百两,众人突然瞪大了眼睛,这魏无羡怎么不去抢, 若是指自己一人也就罢了,不过是些钱财买自己的安全,值,可当下除了这些个家主,身边还有些随从门生的,这自己一家一块算下来,可是上千两黄金了,哪怕这些钱对于家族来说算不得什么,可这都是钱哪,还是给自己曾经千般嫌恶过的人,怎能不肉痛, 而且,也不是每个家族都有丰厚的家底的,小家族依附于大家族,他们到头来只能求助大家族,可估计也会被大家族活泼声吞了吧,哪有平白无故能得好处的,不过就是割地换钱罢了, 好些个听完魏无羡的话后有些没反应过来,险些就被眼前的凶狮伤了,也有,真的被凶狮所伤的,我答应,一家族忍不住先应声了,他实在撑不住了,而且被凶狮所伤,这凶狮身上还有湿毒粉,若不尽快处理,命都要没了, 这时候就不管什么钱财了,多少钱都可以,只要能活着,说到底,钱没了可以继续赚,这命没了,难不成他还能让魏无羡把他也练成有神志的凶狮不成,别说魏无羡愿不愿意,只怕那代价他就付不起,现在都要把两黄金了,届时只不定要更多,这好说,温宁,救人,魏无羡眼睛一亮, 心里开始盘算着第一笔小钱钱到手,可以计划着用来做什么了,可以买一块上好的玉,就可以用来配他准备做给蓝湛的辟邪法器了,还可以寻处稍稍偏一些的地方买快递,雇些散修,魏还在乱葬岗上受苦的温情一族安个新家 至于温宁怎么在这,魏无羡现在不久前就感受到温宁的气息了,也就知道是不放心他一个人估计是赶回乱葬岗后又赶了过来,刚好,就一两个求助的,温宁是再好不过了,至于金光扇手上的鹰虎符,还是再等等吧 一道身影极快地到那家主身前把周身的凶狮门声都击退了,随后就是把那家主和他的随从拎机载式的一手两个,很快就到了门口,魏无羡那里 魏无羡在自己周边贴了几张符,那些金家门声和凶狮也奈何不了他,可谓是安全的紧,这会看着送到眼前的金子,眼睛都亮了 把那些个灵嘴往前昆秀一塞,又是拿出了一摞纸和笔,连墨水都准备得妥妥当当的 而后魏无羡笑眯眯地看着那家主,语气满是温和,只是看在那家主眼里却是猛的一抖 仿佛上了什么贼船,这位,不知名家主,你是要献结呢,还是打字句呢 你这一共九个人,九百两黄金,啊,看在你这是第一个,给你个便宜 早早想到这群人身上估计没那么多现银,魏无羡可谓是细心极了 什么纸笔都给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便宜多少,那家主心里一喜,还有这等好事 你现在一共要给八百九十九两,怎么样,便宜了不少是吧 你看,这一两黄金都够一个普通人家衣食无忧过半辈子了 魏无羡一副你赚到了的模样,笑得像极了只小狐狸 看得不远处的蓝忘机忍不住轻轻捏了捏手心的小指人 这样的魏英,他好像在哪见过 他很喜欢这样的魏英,应该快结束了吧 很快他们就不用像现在这样,渴望而不可相拥了 自有所感,魏无羡抬头向蓝忘机的方向看去 笑得灿烂,心念一动 在蓝忘机手上的小指人又是悄悄戳了戳他的手心 然后立刻就装死了 可谓是把撩完就跑理解得透彻 而那家主听到那便宜后的价格,嘴角一抽 满脸都是褶子,显然肉痛到不行 可他觉得现在要是公然逃脱 别说能不能安然出这金灵台,不远处守着的温宁就能要了他的命 无奈之下,只好磨磨蹭蹭地拿过纸笔粒字举了 看着第一个答应下来,而且已经安然无恙的 不少快撑不住的家主都开始大喊答应魏无羡的要求了 眼看着越来越多人离开了包围圈 金光扇的脸阴沉极了 看了眼手上的鹰虎符,便是把原本守着外头不动的凶尸都尽数招来了 还有的是埋在地下的陈年老师 是要把魏无羡的符传防护都破了 魏无羡这回倒是停下了让他们立字句的动作 然后有兴致地看着逐渐陷入疯狂状的金光扇 他倒是没想到 这金光扇觉得鹰虎符在手就彻底被全力蒙蔽了双眼 往日精明的模样倒是相散得无影无踪了 我说,金宗主,你就不觉得 这鹰虎符用着用着,有点不对劲吗 小吃 please,感觉哦 啊 小吃 没有 再炭